环球大戰線 深入世界最前線 所有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 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 前立法委員林玉芳委員 大家好 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靜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淡大國際事務與戰略所 助理教授林苡佑老師 思敏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這一節 我們要特別來帶您關心的是 軍事的議題了 美國的F35戰機即將要進入量產階段 而且現在呢 把眼光望向了整個印太地區 預估數量將會達到300架這麼多 對上這個區域 另外一個強權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會拿下什麼樣的壓箱寶 來面對威脅 今天節目我們都會一起 帶您來做解析 這個美中的軍事大PK 現場會有軍事戰略專家 我們都會一起來看 下來關心的是 美國的國防部次長 拉普蘭特在3月12號這一天 他宣布了 F35的逆宗戰機已經進入到了里程碑 他說這個叫做里程碑C的一個階段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研發還有低速初始生產階段 現在已經結束 正式進入到的是全速的一個生產階段了 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F35 它是其實從2001年10月26號開始的 耗時非常的長 時間長達了22年又4個月的研發生產過程 那麼這個研發跟生產的架次現在已經來到了990架 確定採購這些逆宗戰機的國家目前超過18個 這當中包括我們今天接下來會討論到的盟友 包括了日本跟南韓在內 先來請教張靖老師怎麼看 我剛說F35戰機已經要來全面進入到全速生產階段 第一個問題想要問說 代表它的發展已經逐漸成熟了嗎 再來研發階段剛剛說了已經到了990架 未來進入全速的生產階段 這個量還會變多大 我想可能我要教大家一個冷水 因為現在戰機越來越昂貴 而且它的整個整體後勤的資源也越來越昂貴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現在不是世界大戰時期 我舉一些數字給大家聽一聽 這個前蘇聯的一流升的二型 它生產了36183架 英國的噴火式戰機生產了20351架 這個德國的FW190生產了2萬架以上 就連轟炸機B24生產了18000架 B17生產了12000架 那在冷戰時期的米格21生產了11000架 米格15生產了18000架 那我們就算是比較尖銳的現代戰機好了 F16生產了4604架 這個F4U04戰機生產了5195架 F5相對只有2224架 而這個我們用了國家用了最久的F1動式 新式戰舟機花了幾十年時間生產了2578架 所以現在這個990架 你要看它後續的延長 就是說繼續要生產 我想它至少還可以再繼續生產20年 所以它有沒有希望就是說 這是超過我前面講的大概4、5000架那個呢 這個可能性存在 但是世界假如越動亂 真的打起世界大戰 你再貴你都得買 所以假如說是像冷戰時期那樣子的話 我想大概最多你能夠生產到2500架就不錯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 現在大家要看到有沒有 就是這種飛機這麼貴 而且保養了它的技術檔次越來越高 很多國家根本就不敢用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開得起這個就是保時捷 或者說是這個蘭博基尼 或者說是這個叫做Rose Rice 對不對 那有些的一般的國民車能夠開開就好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就是說 能不能有沒有必要去買這麼貴的戰機 它能不能找到市場 我覺得這個拉普蘭特可能稍微過度樂觀的一點 但是假如說按照現在 這個全球的戰爭威脅 而且緊張情勢越來越提升 我覺得假如就這個生產的數量 那其實就要看這個世界究竟是相對安寧 還是真的爆發世界大戰來定了 是好目前美方訂的目標剛剛已經特別提到 就是300架在印太地區 那包括了美國之外還有日本跟南海的部分 我們看看它做了什麼樣的部署 F35進入了全數生產第一島鏈的部署 剛剛提到是300架嘛 那我們來看到這位是美國的太平洋陸軍司令 他叫弗林呢 他也宣布了從2023年底開始 他會逐步的將這個F35A來接替在目前 加首納基地的服役多年的F15CD 好另外來先來關心一下 我們剛剛說到的日本跟這個南韓的部分 先來看到日本是計畫採購147架 包括了105架 好分成是這個105架的F35A 另外還有42架是F35B這兩款 那整體來看呢 未來光是美日部署在日本的這個數量 F35的數量可能就會超過 畫面上看到240架 南韓的部分剛剛提到了 2028年它則是預估呢 完成可以它的採購 會達到60架在F35A的部分 好 也代表美日韓現在三國一起部署在第一島鏈 剛剛說了300架以上F35 對中共會形成多大的戰力的壓迫 裕方委員怎麼看 這個F35是我們一直都想要買 因為它真的是很適合我們的海島作戰 因為它的像它B型 這個35B它可以短長起降 所以我們即使我們的機場被摧毀的話 它也可以找到很多地方 可以起飛或是下降這樣子 可是大概是不容易 因為它是一個 現在全世界被用了最多的五代機 而且性能非常好 不僅作戰的半徑長 載單量也大 而且最重要它逆中 而且它逆中的性能是非常強的 那你講說這300架架在一起 其實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那個Data Link 美國跟日本跟韓國 他們戰機 特別F35這個共同的同型的戰機上面 他們Data Link做得非常好 資料連結 所以可以在同時或在不同的時間 起飛在空中進行聯絡 聯合作戰 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是一個空中的一個很大的這樣的一個長城 因為他們是捍衛了領空 是這個空域是非常的廣 我們剛剛講過 其他的這個作戰半徑算是很不錯的 所以你想想看 從美軍 韓國 日本 這加起來 對中國大陸東部的這種空域 海上的這樣的一個壓制是很大的 因為這個F35的飛機的 對地 對海的攻擊能力都非常強 它是一個多用途的飛機 它不只有空戰去進行攔截 它對地的攻擊 你看它所攜帶的這些武器 都非常適合對地跟對海的攻擊 所以這個整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的整個東部的海域要出來 就會受到很大的壓制 對 好 美日和聯手 對中國大陸的威脅就會越來越大 我們特別來關心到日本的部分 剛剛提到的是147架 是在F35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 特別要來研究的是另外一艘是F35B 它的特色是短場的一個起飛 還有一個垂直降落 好 被運用在的是畫面上 您看到的這個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 還有另外一個是加賀號 那日本防衛省就說相關計畫 可以維持日本它在西南地區的空優 那也加速建構九州地區的賀族 我們特別要來關心到說 為什麼是在這兩艘上面 那未來這兩艘直升機護衛艦 可以變成航母嗎 老師怎麼看 這一邊的話我們第一個要先看的就是說 日本它過去的一個防衛的方向 或是它的一個防衛戰略 其實在冷戰的一個時候 原本日本它的一個重兵是放在北海道 因為當時有可能是蘇聯有可能 會從這邊打過來 所以它的一個重兵裝甲部隊 或者它的一個 我們常常講的一個 陸上防衛的一個重兵力 都放在北海道這裡 可是隨著蘇聯的一個解體 以及現代的一個 軍事戰略的一個轉變 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日本來說 它的一個防衛 逐漸的去放到它的一個 所謂他們叫西南島嶼防衛作戰 就是所謂的在九州 甚至是在沖繩 甚至是沿到台灣海峽等等 這一個部分一路的一個延伸 那為什麼對日本來講 它的一個防衛要去做這樣的轉變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 可能是假想敵對它的威脅 從過去的蘇聯 以及之前的北朝鮮打的飛彈 但是實際上會對它 造成海上交通線的阻斷的 這邊不用多說 當然就是中國大陸 因為我們可以去看到的 對日本來講 它一直深受一個 我們講二戰的教訓 二次世界大戰 為什麼日軍會打敗 他們有什麼大和號 有什麼赤城加賀 蒼龍飛龍 很多的這一些雙倍精良的海軍 可是為什麼它最後會失敗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美軍當時切斷了 它的海上交通線 讓它的一個能源補給線 沒有辦法從印尼這一邊 源源不絕地運到日本本土 所以到最後它也只能被 接受美軍 被美軍這樣轟炸 所以在這一次 這一個歷史的教訓 對於日本來說的話 它會了解到它必須需要 有這樣子一個海軍 或者是海上的實力 結合現在我們講的 它如果配備了F-35B的話 可以讓它在這一個區域 能夠有更多的一個 兵力上面的投射 甚至是之前我們有提到的 是它為什麼會需要 這個直升機護衛艦放上F-35 讓它有一點類似 類航母的一個作用 對 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在於說 如果它只是 單純地從地面去起飛的話 甚至是在地面的一個機場 或是地面的防空火力的話 它沒有辦法把它的兵力 可能再往南投射到南海這個地方 所以照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到 它會嘗試的是 讓它的一個海上的一個武力 能夠不只是跟美國一樣的 一個通通的協助美國 甚至是如果今天美國 不一定能夠去介入 第一島鏈的一個防衛的話 它也要有能夠 自我防衛的一個能力 好 另外我們也來看到這個 現在針對美國出招 中國大陸做了哪一些反制行動 好 中國也有殺招 我們來看到它的是 這個偵測的逆蹤戰機 畫面上您看到 是中國最新研發的 敖龍雷達相關參數 好 現在目前是沒有公布 但是外界也在研判 是一種採用顛覆性的技術 叫做米波雷達 好 米波雷達它的工作頻率 大約是落在30到300兆赫 能夠追蹤到F35嗎 請教張靜老師 怎麼看它的一個徵搜的能力 真的能夠找到F35嗎 來反制 我想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第一 米波雷達並不是什麼工藝中 特別就是這個新發展 米波雷達其實是 就是防空預警雷達 從300這個 30MHz到300MHz 是經常出現的波段 因為那個地方是 對於它的工作波段而言 是最理想 第二這個敖龍雷達 它本身就是奠基於 已經有好幾個就已經存在的雷達 就防空雷達而言的話 在中國大陸已經推出來有七八種 就是這個在過去40年來 不同的這個服役的型號 所以它也不可能有什麼革命性的躍進 但是就是你今天要是偵測 以及反制這些逆中的飛機的話 始終不光只有單純雷達 有很多時候還用很多的被動 或者熱源 很多的偵測的方式 這個我們大家都看過 這個有很多 有個美國電影講說 偵測到那個F11軌的那個雷達 用衛星追射熱源 那個也是其中的一個手段 另外就是在所有未來 這個日本自衛隊 或者說美軍駐防的基地的周邊 也有很多的這個疊報的幹員 當它起飛的時候 它也有適當的通報系統 也有經由這個就是所謂 我們現在的網際網路去通報 所以去掌握它 那一般上來講的話 這些偵測情報的話 就是需要長時間的累積 所以你沒有說辦法去找出 一個這種無敵的雷達 讓逆中完全這個消失 它要很多的因素 然後把它逗起來湊在這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 就是說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這個逆中的東西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這個 這個逆中的東西 它自己人怎麼看到它 對不對 自己人萬一看不到 很可能會有霧疾 對不對 所以逆中的作戰之中 它要這個在空中 能否能夠切換 當我要被我友軍看到的時候 我要切換成讓它可以看得到 當我要突穿人家空防的時候 然後我要想辦法能夠保持逆中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是很簡單 因為現在逆中戰機只是部分的功能 絕大部分是靠高效能的對地的這個武器 是靠飛彈的空對地的飛彈去突防 而不是靠飛機去突防 這就是為什麼就是這個B52轟炸機 還能繼續存活 但是B1跟B2這個轟炸機 它是逆中的 它卻被淘汰 為什麼 因為它的這個整個去扶勤的成本太高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大家不要去迷信什麼新東西 因為新東西很可能就是我剛剛所講 Lamborghini不是每個人養得起 這個Rose rice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吃得下來 所以有很多東西人家講說 它要稍微短望 又便宜 這個性價比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都講說未來的戰爭 你要帶著算盤計算機來打仗 不是沒有道理的 是 好 面對這個逆中戰機 中國大陸 剛剛老師幫我們特別提到 不只是要雷達而已 還有什麼熱源等等其他的技術 委員怎麼看要怎麼應對 這一款的雷達當然是很新穎 而且中國大陸現在對它非常有信心 不過我看中科院出來的張誠博士 他提了 他說它的雷達的精密度不夠 它是以公尺為單位 所以你用公尺為單位 但雷達的精密度就一定沒有那樣子的 沒有那樣的好 不過我的感覺是這樣 軍事科技的進步 這其實很嚇人 我記得當時在發展之後 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時候 克林頓當總統 他講一句話說 這個是很難成功的 你就像兩個人拿子彈對射一樣 子彈 兩顆子彈要在空中 要碰撞在一起 這很難嘛 它對方的飛彈飛這麼快 然後我們的飛彈要去攔截它 也速度這麼快 大家在空中要相碰 這個很難 所以克林頓當時講這個話 我是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 你看現在你想攔截飛彈是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問題 不僅是低空 中空你都可以攔截到敵方來襲的飛彈 你看愛國者飛彈現在就打得非常的精準 所以科技的進步是很快的 現在中國大陸這個 目前所謂的米波雷達這個科技 是讓很多人覺得這是真的是很棒 但是我相信美國會很快 會針對米波雷達的缺點 會找到因應之道 反正這個戰字 人來講說好戰 人類好戰 因為好戰一直想要贏得對方 所以你就會用盡你的腦汁 所以武器的進步真的是一日千里 所以你現在講說米波雷達非常好 搞不好美國過一陣子就說 他已經破解了米波雷達了 所以對他的逆中空戰機的保護 不會有問題這樣 所以這個還要看 要放在比較長的時間來看 看米波雷達在未來可能撐雄個 三年 五年 有沒有辦法撐雄十年 這就不知道了 好 看完科技技術的PK 我們再來看的是這個戰機的PK 我們請尹佑老師來幫我們看到 現在香港的文匯網他是說要對上美軍的F35 他們中國大陸的部分拿出的是殲35 他說這個參數的性能的部分 很多都超越了美軍 老師你怎麼看這兩台戰機 這邊的話我們第一個要看的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空戰已經基本上 不會再像是我們過去講的這個 Dogfight這樣子 兩架飛機彼此之間 在進行一個狗戰Dogfight 去進行空中纏鬥 會去進行一對一的一個空戰的機會 其實就現在來看機會並不大 因為其實這也是最近在一些 美國的一個空軍的期刊裡面 其實他們有講過一篇叫做 未來沒有空戰英雄 我們講空戰英雄 你要打下五架飛機才是叫做那一個 空戰英雄 空戰王牌嘛 那這一個現在為什麼他會說 現在很難去說出現在這個 所謂的空戰英雄呢 因為其實就有F-35的設計理念 他基本上他不完全是一個 專門用來做一個 一對一打架的這種飛機 相對來講的話他比較類似 這次在新加坡行長 我也有跟飛F-35的飛行員 我們有聊了一下 他就講說這一架飛機 其實有一點像是會飛的iPhone 它是一個整合了所有的一些 我們講的網際網路也好 或者C4ISR也好 或者是他是占用他的密宗 來進行往前推進 然後同時用他的一個數據 傳遞給後方發射的平台 所以有可能今天 不是這一架飛機去進行攻擊 而是他把訊號傳遞到後面 給後面的可能F-15 或者是地面的愛國者飛彈 或者是海軍的這個標準飛彈 海軍的這一些來進行防空作戰 所以會變成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作戰概念 已經很難去做這樣單純的 兩架飛機的比對 那這也是未來的一個戰鬥 我們常常會說 是一個系統對抗的一個時代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好 美軍在實驗這樣的作戰打法 我們在他歷年的Rimpact演習 其實都可以看到 那另外就是解放軍在這一邊 沒有錯 他有殲-35 但是他的殲-35 以及他的一個空軍 空軍跟其他陸軍 跟是海軍的整合能力為何 我會認為未來我們要看的 已經不會是兩架戰機的單純性能比 而是要考量到除了飛官性能 以及這個系統整合 以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我們常說空戰出英雄 地勤一半功 最重要的地勤能力 地勤維護能力 能不能去維持這一個龐大的Rambo Gini 或者是龐大的這種重型跑車 那他的一個維護能不能跟得上 我想其實這一些對兩方來說 都還在試驗跟摸索 所以這樣簡單來講 是共軍有機會去突破美國的系統 單純的飛機來看的話 我覺得其實共軍一直的問題 就從來都不會是在 在一個先進科技上面 他的問題其實是在人為的一個管理 以及人為的一個 人為管理 以及在整體的一個系統鏈接上面 我覺得這一點會是解放軍 相對來說比較難以突破的一點 是 謝謝 其實最簡單應該這樣講 共軍的第一優先元頭打擊 第二超世界決戰 所以真正晉升的這些纏鬥 根本都是最後了 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要把它想到 這是兩個交響樂團在拼場 你不要把兩個小提琴手拿出來拼場 那個是不科學的 要兩個誰能夠發揮整體戰力 誰就是贏家 謝謝張哲老師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最近我們要來關心美國啟動的 對台的重大軍事合作和美中台的一個陸戰部隊特性 我們今天都會一起來做大解密 好 先來看到美國的軍事新聞網站 披露的美國軍事顧問是已經進駐在 金門和澎湖的陸軍兩棲指揮中心 並且定期的和台灣的精銳部隊會進行戰訓 這一次的合作還包括了陸軍特種部隊之外 在台灣常駐 而且會有越來越多相關小組來逐漸進駐 當中綽號今天特別要來關心的就是 綠扁帽的美國陸軍特種部隊最備受關注 主要的負責就是在台灣的陸軍兩棲偵察營 還有空降特勤基地來進行聯合的訓練任務 好 請尹佑老師先幫我們來看 綠扁帽它這個特性到底是什麼 那現在在這個台海情勢緊張之際 在這邊進駐代表的意義 這邊的話我們第一個要看的是說 綠扁帽它這個組織這個單位 它跟其它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的是美國的特種部隊 在陸軍的特種部隊一定會想到的可能是三角洲部隊 它主要是進行反恐作戰的 或者是經常也有一些朋友一定會聽到的 遊記兵Ranger 可是Ranger它是比較類似在突擊作戰任務的時候使用的 那一般我們講的綠扁帽它比較類似的工作 是在進行我們講的反遊擊 遊擊戰跟反遊擊戰 這個這樣子講的話 大家可能會有一些一頭霧水 那我用電影來做比喻的話 可能就是像在當年越戰的時候 它會去協助當地的一些遊擊隊 去反抗當時的一個越南 或者是不管是北越 或者是越共這一些 它會去訓練 等於說它比較多的一個任務是在訓練當地人民 如何使用武器 如何去跟美國進行一個合作 這個是它的一個主要的任務 那另外的話我們也可以看到 像是之前的一部電影《十二猛漢》 它在敘述的是911事件之後 美國先派一批部隊去阿富汗 跟當地的一些軍事的一些組織進行一些合作 那當時派的就是綠扁帽 為什麼會先以綠扁帽為主 所以它其實它不是一個主力攻擊的一個 我們常說它不是一把尖刀去做一個主力攻擊 而是它比較類似的是去當地協助 甚至是扶植 甚至是給予他們軍事的一些顧問 讓他們可以去跟未來美國進行聯合作戰 所以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它現在如果說跟我們這邊有更多的合作的話 當然是希望說能夠在這裡 我個人會認為交的不會是傳統的戰績 或者是什麼傳統的這種CQB 或者是這種作戰方面的一些任務 而比較大的有可能是在讓我們的作戰的這些特種部隊 可以去接受到美國的這一些不管C4IS 或者是在戰時 如果因為今天共軍隊我們的攻擊 第一級有可能就是會攻擊我們的這個 指管通勤的系統 不管是雷達或其他徵收的這些儀器 那當它在攻擊的時候 或許我們會需要跟美國這邊去拿到美國 或者是美國給予我們的訊號 這些電子訊號 那這個通訊的一個過程中間 有可能就是這一次綠冰帽來 它會希望讓我們的部隊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個也是我會認為的是 現在對美國來講 它或許未來台海有事的時候 美軍不一定再會把航空母艦這樣直接開過來 因為不管是中共的反介入的作戰 或是中共的一個實力 都會讓美國會有所擔心 可是如果還用這個方式 讓我們的國軍 刻意接受美國提供的訊號的話 那這樣子是不是也是可以形成一個 另類的聯合作戰 是 聯合作戰 然後在美國的部分當作 有點像是這個軍事顧問的一個角色 好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中共的部隊了 它的特種部隊又做了哪一些的準備 解放軍的這個特種部隊叫做龍燕 那外船我們畫面上看到 是有2600名的官兵來組成 設立了三個特種作戰的中隊 好 這三個分別叫做山鷹 還有藍艦跟獵犬 那據說這個進入部隊的門檻非常高 它每年會從全國的一個各種的兵種當中 選拔3000名精英 好 會進行非常多的訓練 包括從視訓 野外 海空等等的訓練考核 最後再選出一共是大約200人 來進入 特別請教張靖老師如何看 龍燕這個特種部隊 他這邊我們提到 查到的資料是說 它的這個訓練強度比一般的 這個普通部隊強了將近兩倍 1.5到2倍 這種部隊主要任務是什麼 它有怎麼樣子的戰鬥力 我想大家必須要有一個認識 無論你怎麼去訓練任何一個特種部隊 你沒有辦法把它訓練成無敵鐵金剛 或者機器戰警 一個特種部隊能夠發揮它的戰力 除了本身自己的作戰能力之外 以及它所受過堅實的訓練之外 另外要強調 就是高度依賴很多的資源的 就是其他的資源的部隊 譬如說這個低空滲入的這個特種飛機 因為像那個運輸機西澳三洞 能夠貼地飛行或者高空飛行 然後它可以支援它去跳傘 或者這個水上或者海底的數據 能夠去支援它兵力部署 而且它萬一受傷的時候 如何把它給救回來 所以有很多就是剛才有講 對不對 空戰出英雄力行一半功 所以在那個露出這個水面的冰山 那一角之外 底下有一個更大的支援的能力 這個是非常重要 但是這一支特權部隊 我覺得這個雖然有很多的資料 靜態的資料都看 我只要問一件事情 他們有沒有到愛沙尼亞 那個每年就是有一個特種部隊的 就是全世界的比賽去 真正跟其他人去較量過 答案是沒有 也就是說它在某些情況之下 它所附有的任務 可能也不太適合就是 像符合愛沙尼亞那個特種競賽 所設定的這個測驗科目 我們要知道所謂的特種作戰 就是非正規作戰 那非正規作戰之中 其實項目不光是只有攻擊 甚至有很多特殊的應變狀況 都是要特別要注意 像美國空軍 美國空軍有一個特種部隊 專門是幹什麼 是萬一核彈被人劫持的時候 能夠去將它 就把它給找回來 斷箭折弓 那個核彈掉了 然後去把它救回來 然後去拆解核彈 我們有很多水中泡 那個就是蟹彈處理 去拆那個水零那些 那也都是特種部隊 所以特種部隊 不要看著藍波的電影 都認為它是同一個樣子 這個特種部隊有很多不同的 但是這個特種部隊 它所這個就是富有的任務 有保持這麼多的機密 我覺得大家要思索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大陸有很多 在維安之中的 它屬於內部維安 是屬於武警的系統 而解放軍設定的這個 就是特種部隊 基本上是屬於軍事作戰類別 所以反恐 反劫持 或者說這個高級人員安全維護 國家重要慶典 或者說是展覽會場 運動賽事的那些維安回護 是屬於警衛資安的特種部隊 這些軍事的特種部隊 基本上是配合軍事任務去執行 至於它在哪邊來執行呢 我覺得它要一工多能 也就是它要跟小的任務大的任務 很多地方就跟一個積木塊 能夠插進去一樣 這樣才能顯出它真正的戰力 是 好 看完美國的跟中國大陸的 我們再來看台灣的 台灣的這一支特種部隊 是梁山特勤隊 好 我們根據這個媒體報導說 要選入做這個特勤隊呢 它有一些基本條件是 第一個 你的軍領要達到五年以上 然後呢 你全副武裝要在12分鐘內 可以跑完三公里 當時呢 這個立委 在質詢我們的前國防部長的時候 他 馮世寬他曾經說到說 我國有無斬首能力 他說 保證我們是有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關心這個 梁山特勤隊 委員怎麼看 幫我們解密一下 在一般的情況下 它會這個容易動用嗎 當然不會 因為既然是特種部隊 它執行的一定是特種任務 這種特種部隊全世界都有 我們台灣基本上就是說 譬如說像這個憲兵有焰音部隊 焰音特勤部隊 那這個海軍就是陸戰隊的特勤部隊 那些主要是蛙人 是吧 然後這個陸軍呢 這個就我們所謂的這個兩三特勤部隊 它外號叫兩三軌 所以顯然它是這個所有我們特勤部隊裡面 一般被認為最具備這個怎麼講 執行特種任務的能力 最強的這支部隊 的確全世界有十個特勤部隊被選 像美國就我們剛剛講 Delta 三角洲 加上這個美國的海豹 Sears他們都被選進去 台灣也有中華民國的軍隊 也有一支被選進去 就是梁山 那為什麼要梁山 因為平路有一個地方叫梁山 那就是他們的基地之所在 所以叫梁山 那叫梁山鬼 講到鬼其實表示尊基說 他是鬼出什麼 非常厲害的這個意思 是 至於你說他有沒有辦法執行 譬如說什麼斬首這種任務 我是覺得他應該這樣講 他要出海執行的任務 一定是涉及到國家社會的安全 譬如說八八 我們大家最了解是八八風災 就摩拉克 在我家不遠的地方 那小林村 500個人都被淹沒在底下 就是被埋在那裡 那一次是重創好幾個縣 那時候交通整個都斷了 山上有很多的部落 很多的村子 你人民根本出不來 可是風雨交加非常危險 也會殺這個 什麼流水 山崩 土石流會下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的梁山部隊 就發揮了非常大的這個能力 你要知道你一般來講 是沒有辦法降落 你水路都沒有水 路上的交通全部都斷掉了 他們大概是坐直升機機降下來 還是很危險的 他們就把這些村民都救出來了 所以政治的村民在 你至於說要執行什麼斬首行動 一般講斬首行動是深入敵境 在敵人的後方 把敵人的政治的領袖 或是重要的軍事領袖把它宰了 你知道 你覺得這個 我們目前我們台海的這種情勢 我們大概不會瘋狂到 派個這個梁山部隊 然後跑到北京去把習近平宰了 第一個你要看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這個距離太遙遠了 特種部隊要執行任務很重要 就是說你有沒有辦法從你的點 你的基地到達對方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顯得太遙遠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主要是 一旦敵人進了台灣 很可能就是說所謂的斬首行動 就是針對對方的指揮官 突擊 然後攻擊 然後把它擊斃 大概是這樣子 但目前來講 主要的任務大概還是主要 針對我們國內的安全 是 穩定國內 委員 我願意跟你分享一個笑話 以前人家 我們會不會可能 中共會對我們斬首 說當然是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總統被斬首 那個副總統上來接了更可怕 所以總統會很安全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目標的選擇 指示斬首行動 是要確定斬首完了之後 不會把情形要搞得更糟糕 是 好 我們再來請尹佑老師 我們再來回頭 拉回來關心 這個特種部隊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是美國建築在這邊 那有遍布幾個關鍵地點 金門 馬祖 澎湖 還有淡水 河口 現在是有這幾個 可以有效的抵禦共軍嗎 你怎麼看 我覺得其實今天的這些特種部隊 它也是一樣 不是說這一兩個人就可以去逆轉戰局 你說我們只靠這一兩個人 或者是訓練的這些特種部隊 就可以完全擋住共軍的攻擊嗎 我想這兩者之間是有一個很大的差距的 因為其實今天會 我一直強調的是 如果今天會打到今天我們講的陸戰 或是我們講的特種作戰 這一個層面的話 那一定就是今天解放軍可能已經登陸了 可能他已經逼近了 要進行一個上岸了 不然的話就目前的戰爭來看 目前解放軍對我們應該第一波 應該會是在海上封鎖 或者是飛彈攻擊 或是海空的攻擊 所以其實你說他能不能去抵禦共軍入侵 其實有時我們在這個名詞既定上面 是需要再去思考一下的 那至於說他們來 那OK 如果沒有要抵禦 那他們的作用是什麼 這邊的話其實我個人會認為 它來了一個最大的作用 一方面是訓練我們 或者是讓我們能夠跟國際接軌 跟美軍接軌 因為其實跟美軍接軌 有時不是說你買了武器 買了F-16 買了什麼武器 就代表你跟美軍可以去做一個接軌 或是可以去了解美軍的作戰 但是今天更重要的是 今天我們的士官兵這些層級 是不是能夠知道 美軍要怎麼打 如何打 甚至是如果今天建立了 通聯的一個管道的時候 那美軍跟我們講的這一些指令 或者是中間的一個軍事的術語 我們這邊是不是能夠去理解 甚至是不是把這一些的一個概念 融入到我們的防衛作戰 我想其實這個才是今天 為什麼我們要積極的跟美軍 跟外軍進行交流的主要原因 好看完我們的軍事部署 我們再把層級拉高 看到政治面的我們的領導人 又做了哪一些努力 現在來看到賴清德他副總統 他接見了華府的學者代表團 那他當時說呢 520之後會跟蕭美琴一同就職之後 在政治上他會來實現台海的和平 提升印太的這個穩定性 不過我們也來看到現在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蕭美琴正在華府 而且他展開的私人行程 會見了美國官員 也討論一些台灣接下來新政府的工作 台美關係上 蕭美琴到底有沒有幫賴清德加分 這是第一個問題 之後賴清德商人要怎麼維持 兩岸和平 委員 蕭美琴以前在立法院 也給我當過滿長一段時間的同事 因為我們都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蕭美琴美國人是一定會把他當自己人 因為他媽媽是美國人 他長期他是持有美國護照 他跟整個美國的關係 瞭解美國 然後語言上面百分之百是通 你說賴清德 雖然你說你在這個 在美國短暫的唸過書 但是顯然你語言能力 不可能比蕭美琴掌握得好 因為蕭美琴在駐美代表這幾年下來 他在美國建立很多人墨 所以我相信在很關鍵的時候 要溝通的 要跟美方有所溝通的時候 我想蕭美琴應該是賴清德最好的代表 這種溝通也不見得兩面對面 透過電話大家可以溝通 所以蕭美琴是可以幫他穩住 幫賴清德穩住 對美國相當程度的這樣的關係 至於說要怎麼去維持兩岸和平 我覺得是這樣 為政不再多言 賴清德要知道 你現在不是行政院長 我認為賴清德這輩子 最後悔的一件事 就是當然在立法院講說 他是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台獨兩個字 是美國人不希望 你台灣的政治領袖用的 因為對美國來講 這個就是麻煩的製造者 所以我想賴清德 後來很長的時間努力的再解釋 我想他是很後悔 所以我覺得為政不再多言 尤其一些台獨的言論這些 我覺得其實可以少講一點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是 如果可以讚美對方 或者對方值得你讚美的時候 不要小氣 我認為要有台灣不是小 不是面積人口問題 我覺得我們因為人口面積小 我們氣度反而要大 要彰顯我們的氣度 就是說我們跟人家打交流 不管跟朋友跟敵人 理直才會撞 然後我們要讓人家 取得人家尊敬 就你有時候即使是敵人 你都不能把他當敵人看待 你要以對待朋友的方式 來跟敵人打交道 我認為這是比較重要的 是 好 張靖老師 我們來補充這個520後 怎麼樣維持兩岸和平 我贊成老師所講的 不要乘口舌之快 假如我們希望四兩能波動 用北京那個千金 我們就應該要知道 哪些是該做 哪些不該做 但是我覺得任何事情 不要看以後 我們不要到歷史上去找證據 我們希望到未來去找出路 假如你要問我的話 對於賴總統或者蕭副總統 去怎麼喊話 我就是講這句話 你要思索如何到未來去找出路 不要留在過去的篇章 假如那個篇章你不往前翻 兩岸之間 總有一天會被你們帶上 絕路跟死路 那你的建議是 我的建議就是 少跟那個老師一樣 你知道這個不要乘口舌之快 好 謝謝 謝謝張靖老師的補充 我們收集一下馬上回來 掌握世界帶動 全球觀點 進展環球大進行 好 除了來看到跟北約代表談判之外 中國最近做了什麼樣的佈局 國防部3月13日突然公開表示 3月4號到13號之間 共軍國際軍事合作的代表團 我們來看到了 訪問了三個國家 包括了馬爾蒂夫 斯里蘭卡還有尼泊爾三個國家 就共同關心的地區安全問題 和三國的這個防務部門 來進行相關的討論 好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特別來請教的是委員 他特別來到這三個國家 包括了馬爾蒂夫 斯里蘭卡跟尼泊爾 而且還都是跟這個印度關係 比較有爭議的國家 委員怎麼看 是要一起來制衡印度嗎 這是地緣政治的延伸 中國大陸跟印度之間的鬥爭 其實1962年中國大陸把印度打得很慘 從那時候開始這個仇就結很深了 何況這還有所謂的藏南的 那個土地的這個正義的問題 最近印度的總理跑去那裡 中國代表說你不應該去 中國的發言人 所以你根本那個是 是中國大陸的土地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你印度拉攏其他國家 去對付這個對付這個美國 譬如說印度的海軍跟菲律賓進行 這個海上的這個演練 那顯然也就在南海問題上 你就是要對付這個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當然也這樣做 其實2019年的時候 習近平就訪問了這個尼泊爾 而且雙方同意把關係提升為 戰略合作的這樣一個夥伴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習近平一直想在他的左邊 打出一條路 這條路可以去壓制印度 所以一帶一路是推動到尼泊爾去的 那印度當然長期來 尼泊爾為什麼會願意跟中國大陸來往 因為印度長期對尼泊爾控制 是非常的緊密的 大部分的商品都是印度去的 印度很多到尼泊爾 尼泊爾也有人 不少人到印度去找工作 可是尼泊爾的統治階層就覺得說 印度對我們控制太難了 你看洗衣禁都被印度吃掉了 他下個就想吃我們 所以他就想說尼泊爾大家都很聰明 那我就找一個我的強大鄰居的對手 來保護我們 那就另外一個強大的鄰居 那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 不是一般的外交代表團去訪問 是軍事代表團 你軍事代表團可以去 就表示這個國家 跟你是有相當程度的友誼 如果只是一般的外長帶隊的訪問 或是經濟的考察團 這個沒什麼 軍事代表團 他有彰顯 因為他有他的敏感度 你知道尼泊爾要接受 中國大陸軍事代表團 印度絕對是跳腳了 已經給他非常大的壓力 為什麼他還要這樣幹 我們剛剛講的斯里蘭卡還是一樣 說中國大陸對斯里蘭卡 投資也很大 也是希望藉著經濟上的這種力量 一帶一路這種力量 讓斯里蘭卡跟他好好做朋友 不要去聽印度 因為印度在斯里蘭卡 也下公布下很大 譬如貸款的問題 這個大陸覺得說 我已經帶款給你很多 我不太可能再繼續帶給你 印度說來 我願意帶給你 這裡面還有港口的問題 這個馬爾蒂夫更是這樣子 因為中國大陸他就要創造一個 南海的艦隊 他要到不僅走出第一島鏈 到第二島鏈 甚至更深的海洋去擴張他的影響力 馬爾蒂夫也是印度 印度還不少人在馬爾蒂夫 他也在那個地方 在強化跟他們的關係 所以這個就是爭鬥 這些小國就變成強國之間 爭取了這樣一個對象 處理好就是走又風雲 處理的不好就是走又為難 所以這也給台灣一個 給台灣一個起勢 美國跟中國大陸 某種程度是在爭取台灣的 我們如果處理好就走又風雲 處理不好的話 我們就兩面受敵 是 好 我陳建委員 剛剛特別幫我們講的 中國大陸現在努力的在創造 這個藍水海軍不斷的擴張 他現在有一艘這個 海洋的科考船 這一台我們畫面上看到叫做 向陽紅01號 3月9號他就在印度的 東部的外海現中了 其實這一艘科考船 他在2月份的時候 還有一度停泊在馬爾蒂夫 兩個月來他第二艘 又出沒在印度的近海了 好 這一次呢 向陽紅01號出現的時機 剛好我們上次談到了 這個印度在印度洋要來 設置這個近航區 也要來試射烈火的飛彈 更是加深了彼此的緊張關係 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科考船 又頻頻的出現在印度洋 是解放軍在做哪一些準備嗎 特別是提到了這個 中共的藍水海軍部分 在印度洋又有什麼樣子的 一些戰略布局 老師怎麼看 這一邊的話我們先講 為什麼中國他會很積極的會想 在印度洋這一邊發展 同樣的對印度來說 如果今天他的一個後院 他的一個內水這一塊 被解放軍 被中國可以讓他這樣子進入之後 會對他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過去對印度來講的話 他的一個防衛重心 對中國的防衛重心 就是在北邊 因為這個是中國跟印度 兩邊的一個邊境問題 所以說一般來講的話 他只要防禦住北邊的路上 這一塊就好了 可是如果今天解放軍海軍 可以從印度洋這一邊 進行一些活動的話 那對印度來講 是不是剛好是南北兩邊受敵 對 所以其實對於印度來說 他現在也要去防範 來自海上的威脅 這個是對於他的一個 戰略方向來講的話 是有這樣的一個調整 好 那對中國來說的話 我們要先回想一下 2014年11月的時候 當時解放軍的潛艦出現在 斯里蘭卡 這件事情對印度來說 是極大的一個不安 同時也敲響了印度的警鐘 因為如果今天潛艦 可以在斯里蘭卡這邊進行補給 那未來會不會有更多解放軍的 不管潛艦也好或水面艦 甚至未來航空母艦 是不是有機會一路就進入到 印度洋這個地方了 所以其實對於今天的 我們看到這個中國的科考船 他在這個地方的一個出沒 我個人會認為他除了是 我們俗稱的 他是在做一些情報上面的收集之外 很大一個部分其實可能跟 他在建構他的水下戰場 在收集水下的這些 水下的一些相關的 海底的一些地形 或者是水中的一些資料 因為這一些對於未來從事 水下的潛艦作戰 是相當重要的資料 那如果他可以在這個 經營戰場的過程中間 去熟知或者是去分析 或者是去做更多的一個 你要說刺探或是偵查都可以 但是這一些對於他未來 在這個地方進行水下作戰 或是海上作戰 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這也是我個人會認為 接下來中國他其實 我們當我們目光在看著他 可能要從突破第一島鏈的同時 也不要忘記他也有可能往西前進 特別是在一帶一路的一個政策底下 逐漸的會去往印度洋這邊做發展 是好同樣要保曝他的水下作戰 海上安全的 還有我們來看到這個時刻 中二一的海軍 也在阿曼灣進行安全紐帶 2024的聯合演習 前前我們介紹過三國派出的海上精銳 不過特別之處在於這一次 巴基斯坦 哈薩克還有一些國家 包括了畫面上你看到亞塞拜然 還有阿曼印度跟南非海軍 也都派這個人員跟觀察員 一起來參加演習 所以請張靜老師來幫我們看到這個演習 從多邊來看是否創造另外一種話語權 還上的 基本上這是一個定期固定的演習 這三遍參加了邀請更多的觀察員 基本上來講就是說我們沒有什麼東西要藏的 你知道增加它的透明度 大家公公開開操演的科目也讓你知道 沒有什麼要針對哪一方 所以這個是一個坦蕩蕩的態度 但是您既然講到所謂的海上安全的話語權 那不是光講 你還必須要有實際的行動 就中國大陸在那個區域的 以及印度洋而言的話 2011年在利比亞撤僑 2015年在燕門撤僑 2023年在這個蘇丹撤僑 2011年這個因應安理會的決議 這個押韻協助押韻敘利亞的化學物質 化學戰的先體去繳交跟銷毀 再加上歷年來派出了幾十批的 這個就是海上反海盜 那個抓到了海盜的船 然後清剿的東西 那都是有帳幕下來了 所以海上安全不是光是在那 挖挖挖講政策 而且你要真正拿出時機 那時機是什麼呢 時機的成績是什麼呢 不光是只有你軍力的展示 而且政治上要廣結善緣 你看最近這個 胡錫青年運動在這個曼德海峽 跟鴻海不是打了好多人 就用商船在那個上面 在電子AIS上面來講 我們的船員全是中國人 我們裝的東西是中國的後務 我們不是 一切都想辦法去拉北京關係 結果這個胡錫運動也配合演出 他就立刻去發個新聞給他講 原來上面是中國船員 所以我們趕快請個經過 各位這些都是點點擊擊的累積 你不是光是展示戰力 你還必須要不要跟地區節約 也許如此 但是中國大陸也是有所解釋 因為他知道這個胡錫運動 在鴻海這個事情 基本上是針對以色列 他也不要去淌這個渾水 即使態勢上看起來很有利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反而非常克制 沒有人除了網路上有一些 這個糊塗蟲 這個糞青在那邊得意洋洋 中國大陸其實是非常低調 非常沉穩 不會去彰顯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要講到 我們今天在這些海上安全的話語權 實際的行動不要得意過了頭 要政治上廣結善緣 而且不要說是光只有滿嘴的空話 要拿出實際的資源跟實際的行動 這幾點才是真正的話語權的基礎 好 政治上面要廣結善緣的 我們還要來看到是 中國大陸北京最近又做了哪些事情 有另外一場談判 是在3月13號在北京舉行的 這一次談判的對象比較特別的是 關心相會比較緊張的中國跟北約 這一次的這場對話叫做 中國北約安全政策對話 那現在有資料顯示說 包括了中央的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 還有另外一個是畫面上看到 北約國際軍事的參謀部合作 安全部領導 這一次一起來主持對話 那雙方也進行了交流 關心在包括中國與北約的房務交流 國際區域情勢等等的問題上面 請教委員怎麼看 這一次的一個對話 北約一向敵視中國 雙方這次可以談什麼 你知道這種東西就是 國際政治的複雜面 我們台灣人看很多問題 就看得比較單純 台灣人就覺得很奇怪 你北約是美國在領導的 對 你們怎麼還會願意跟中國大陸對話呢 美國現在不是用盡的權力在圍堵中國大陸嗎 這個就要看 這個北約是美國在領導 但是美國不等於北約 因為北約裡面很多歐洲國家 其實跟中國大陸有很深厚的經濟關係 你看像德國 好久的時間 中國大陸一直到最大的外貿的夥伴 第二個很像法國 它的空中巴士賣了這麼多給中國大陸 所以這一些他們都希望跟中國大陸 維持個比較平和的關係 他們可能就比較願意 歐洲這些國家 北約國家 比較希望跟中國大陸對話 要對話化解矛盾 化解對立 因為你美國的這個做法 歐洲國家有時候也很為難 譬如說荷蘭你不准賣這個 這個給中國大陸 那荷蘭就少賺很多錢 所以其實很多國家希望 美國跟中國大陸關係緩一緩 然後他們可以繼續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或賺他的錢 其實舊某年代 台灣不是也是一樣嗎 台積電線很多東西也不能賣到中國大陸 這個聯發科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這個世界 就是一邊會競爭 一邊也試著和解 這個力量都一直都會出現 地點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線